读行佛法的一类人 接下来请收看 传习法师蒙法行 昨天我们佛门一位长老 在内蒙五元普济寺的住持 我们灵异老和尚 97岁高龄 然后入涅槃 远吉拉 他的弟子讲了他的一个故事 曾经刚去那边建庙的时候 小小一个房子 北方很冷 徒弟要想点个火炉的 师父说可以了不要点了 徒弟很不解 问师父为什么不要点火炉 我们这么冷 他说冷活动活动 挖煤啊 多少血多少汗 还有呢 寺院里刚在建 没有那些好的设备啊 洗澡也洗不了 跑到县城里去 那个徒弟刚放了一点水 师父说不要放啊 不要放啊 徒弟就很纳闷 泡个脚洗个脚丫子都不够的 怎么就不放了 师父说训老和尚 一年洗一次澡 半年踢一次头 你以为我们洗澡是干嘛的呀 我们是洗洗妄想的 分别念的妄想 洗一洗 你以为真洗澡啊 司徒粮就放了那点洗脚丫的水 洗洗妄想就回来了 我昨天半夜还在读 这是人类文明的新兴之火啊 否则以后的人都不知道 到我们人这个生命的核心是什么 道德从哪里来 没有道哪里有德 现在是一个集体师道的时代 那要想点燃这个道德之火 这个火从哪里来 这些老和尚还把持着呀 看着我是 也是数次的 哎呀 磨眼泪 这就叫家风啊 这我们佛教的道风啊 我们做不到 我们有个惭愧心吧 我也是厚脸皮 跟大家分享 也是因为我亲近过我师父 在我师父的位德下 又亲近过很多高僧大德 我觉得如果我不分享的感受 给大家 这个时代 这种声音就会越来越弱 最后就凶声一几 这些是文明的火种啊 我出家前 我自己是十年阿弥陀佛的 而且很幸运 朱乃洪老君是福建福学院 他就是原作长老君请他教净土宗的 但他也上了岁数了 年纪大了 所以跟他告假 正好这段时间呢 由人介绍我就认识了他 他对我也很慈悲吧 愿意为我一个人讲课 讲净土法 介绍他的呢 也是一个老君子 非常虔诚 几平方米一个佛堂 他就是一天到晚念佛 那我也念佛了 那个带我去的老君子就告诫我 他说这个老君子啊 他很奇怪的 他不愿意跟你讲话的 今天我带你去啊 结果不知道怎么样 结果到了那个之后 我这个老君子啊 第一次就跟我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佛堂的来历 关于他的师父是怎么样子 欲知实质往生的 他甚至还讲了 他师父说明年 我五月份要往生了 就我忽然想起来了 师父说不行啊 我明年五月份我儿子结婚啊 饭店都订好了 到时候叫我哭好 叫我笑好 他说我一天 能我改 我改日子 他师父往生极乐世界 还能改日子 他师父就是在大家往生 就是在那个小佛堂里 寄乒乓你的小佛堂 所以这个佛法 对他心灵的冲击非常的大 他一直就觉得好奇 你知道吧 我师父生气这么好 一米八十几 这么魁梧讲话这么好 说走我就看你走 生气什么好 怎么走呀 真的要到快往生的时候 就那个小小的一个房间 墙壁上西方三圣都献出来 先是第一尊大狮子菩萨献出来 第二尊观音菩萨献出来 第三尊阿弥陀佛献出来 就这么神奇啊 他有一点点那个 最后问师父他说 师父那你走了的话 我修行怎么办啊 我哭的 他师父跟他说 我走的时候你不会哭的 为什么 这个很神奇啊 这个要掺呢 往往哭我们是一种情绪嘛 我悲伤的情绪啊 为什么说他不哭了呢 他后来真没有哭 为什么不哭你知道吗 你们猜 为什么 转脑筋 想 你师父真正要往生的那一刻 越是那个时候 那种正觉的力量越大 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之中 由于他的内政的功德 就越来彰显出来 娑婆世界里就是一个虫洞一样的 正觉的光它建立起来了 所以他的弟子这个时候 他是不会有情绪的 一个有镇定之光照耀的人 他不会洗也不会背 他说你走了之后 我修行怎么办呢 他说你就好好念佛 他说我修行完 一问啊 我想不通的地方怎么办 后来他给他指导一个 在龙华寺还有一位老长 老和尚 佛城老和尚 五十年代前 他就是一个寺庙的一个方丈了 你要有问题你可以去问他 我也经常到他那里去念佛 小小房间最多的时候能挤二十多个人 挤得挤满满的在里面 阿弥陀佛阿弥陀 二十四小时经济念佛 朱莱隆空老举身呢 也对我很自卑 专门为我一个人叫我净土法 讲解 对我恩德非常的大 我出家了他就又被 明学长老又请到了林彦山 中国佛学院分院 还是教净土法 所以我这个对念佛啊 理论上也学 也去修 所以听到别人说 你阿弥陀佛 我觉得对 但是内心里也有一个声音觉得 对一个人你觉得 你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 哪那么简单啊 无量光无量寿 请问这句佛号是大乘是小乘啊 他的体性是大乘啊 无量光无量寿 我现在都形成习惯了 要告诉别人说 无量光无量寿 翻译成中国是超时间超空间 时空无障碍 总要多说几句 你怎么让他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 这样子虽然好像也没错 但实际上总觉得有点不负责任 那你正性和迷信的区别到底在哪 老和尚没错 他还能给我们示范 他是出家人 拿着佛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啊 你阿弥陀佛啊 他能做到已经不容易了 我这个也是对自己来说 我也挣扎多少年 慢慢的就觉得 这应该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 要去发挥 要去探讨佛教的文化 要去解释弘扬佛教的文化 这也慢慢变成了我们的一种动力 那光讲就行了吗 在飞机上讲 在公交车上讲 在火车上讲 就行了吗 是不够的 就是因为难 所以才要见差安身 要有一种 学习佛法的一种生活方式 要安定身心 放下万元 佛教的共产主义 它是有一个明确的 价值取向的 这样一种有序的 安定的 超越物质的这种共住的生活 它的根本的核心是要去与道 去了知这个无量光无量寿 让我们这个有量光有量寿的生命 在牢笼里 在铁链捆绑中的生命 能在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 虫洞中消融掉 从有限超越到无限 从不自由而获得究竟的自由 解脱到一个全部布满的真理之光 佛性的光明世界 为什么说往生极乐世界 是一个绝对真理的地方 没有苦的 那里没有谁不讲理 那都是佛性之光 如果你不讲理 你进不去 所以我们也得修 我们要带着往生的习气 你心里没有真理之光 你想进入到真理的世界 很难的 佛陀要成佛百节修相好 就一百个节修 修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一百节就够了 我们生个信心要生一万节 实性已满 才能够入诸位 才能有得定 儒家也有得定的 儒家也有理学的 心学啊 心性光明之主是 复习式啊 儒家也是有的 那么谁跟你讲啊 儒家你读四不读五经 教你入定的方法吗 一个人怎么修出一个品格 叫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啊 舍身取义必须你要站在意的方 你要超越这个肉体啊 你才会有这个精神啊 所以儒家的圣贤之道是需要修行的 不是光读读书就行了 到家就更不用说了 佛教里这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明白了 你就得定了 这个本来你要到实诸位才能得定的 这叫窍门 窍门从哪里来 窍门从大悲心里来 还有时间教你一万个节啊 你也没时间一万个节跟着我啊 连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个信 要起个信都得一万节 你说这啥众生解脱还有啥希望啊 如果解脱没希望 那不是骗人吗 要让有缘人真是常受到法义 真的安能得戒能得定能开会 这个是最难的 所以说一个师傅他说你跟我背图 你就听他把背图做砖 做砖 他也不跟你讲什么你就跟着他干 这样小秤的也不容易也挺好的 那你想你能跟着他也是多少多少节 要积累一下这种资料 你才能跟着他去背图造砖 这也是一种方法 最后一个房子出来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他告诉你 我们建这个房子啊 图子给你看 让你尽量知道 甚至我还可以打一个三维的 三地的给你看 这个房子以后怎么怎么样 好不好啊 然后啊 我们去见啊 然后再带着你去 你像我们学天台中纲要 他就属于这个 藏通别人都学 大概都知道一个框架有了 然后来下说吧 藏教开学起来 背图做砖 开始学藏教的 三界中顿根众生吧 你怎么修出离啊 我们佛门说 各门各家风 到哪一个家风里都要随顺它 有离没离 听话最有离 这个随中也是出家人最重要的一个修行 破我执的 我执里面有很多种 我执啊 身执啊 这都属于武力使 这个跟我是形影不离的 但是相对来说 我们学佛者 它重点还是在智慧 了物不生不灭 如果此生没有觉悟 还是制造了下一次轮回 那此生毫无意义 了物不生不灭了 那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目的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所以出发心很重要的 我们学佛啊 你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就因为你刚入佛门 这时候你还什么都不懂 只要你放下这种无知的傲慢 偏见 像一个赤子之心一样的 纯洁而虔诚 看到菩萨特别高兴的 一张小白纸 完全的一颗赤尘之心 这个娑婆世界也很奇特 一方面不觉醒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 但一旦因缘成熟 就解脱又很快很快 所以十方诸佛国 你看我们娑婆世界也很奇特 他也赞叹 微妙不可思议 我们羡慕的极乐世界说极乐世界好 苦的名字都听不到 以乐说法 但是极乐世界呢 看到我们娑婆世界也在赞叹 还说那个娑婆世界好 以苦说法 乐的名字都听不到 福利他都不解脱 就没办法想象了 所以这个解脱是很殊胜的 一定是趋于向于解脱 极乐世界你还有贪恋 娑婆世界有啥好贪恋的 三界无安的 人回如愤 没有意思都可以 你执着什么什么就给你痛 重重的一拳就挤上你的额头 砸得你昆天黑地 两眼冒进去 我们惠可大师啊 断臂求法断头红法 断头之后啊 冒出来的是白色的液体 竟然雪不是红色 雪变成白色了 我们六祖大师圆集的时候呢 也是白光冲天 我学佛啊 那时候做居士 我们祥开法师啊 他们从玉佛寺里面被迫出来 后来呢 被一位居士供养着 他圆集的时候也是 就像我们看到的佛菩萨一样 像光 像月光一样的灰光照着他 白光 所以佛教里 你像六祖大师的这个白光 我们五台山的海公上师 他一个弟子 叫青海法师 但是也八九十年代元寂的啊 也是他的塔啊 通天的那道光啊 一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徐老和尚传记里也讲了 他的师父妙莲 老法师 也是这个光 当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位大善知识 一位大修行者 最近也是圆集了 圆集了之后 他出现的瑞相那是更是 他家边上那条溪水都变成了鸟奶的白色 不单单说自己身体里的血管里流的是白色 这样的大成就者就是正暴 一暴 内事大 外事大 都变成了佛国净土 都变成了那个观音菩萨的甘露 这就是佛法不可思议 这些大善知识的慈悲 他们在这一刻 他们把我们的正暴一暴的这个夜暴啊 通过他们的功德 然后透露出佛光 透露过佛国净土的这个观音菩萨 就他去极乐世界 他融入佛国的时候 这股强大的加持力 所以有一些尊者他往生的时候 他自己不仅仅可以红化 连他附近的小动物小鸟都跟着一起红化 带到佛国去 都不舍肉身 整个肉身都跟到了极乐世界 变成光变成了能量变成了波 生命就是无量光无量寿 所以我们念无量光无量寿 无量无光无量寿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定要有质量 里面也有内容 无量光无量寿是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 是无量 我们天天都在有量 所有的正暴一暴都是有量 我们一定要去意念那个无量 才能超越 才能聊生托士 佛法 你看 一个人学佛了之后 就也是了解自己 真正的是从智慧的程度上 可以去证明 诸法无我 五蕴皆空 从根本上消灭贪嗔痴慢疑 我见 生见 边见 这个见 这个见地观点 它是最厉害的 什么是我 这我不就是一个观念吗 我见 生见 边见 叫五历史 贪嗔痴慢疑 叫五顿史 它只是 就是说你先是有了我 我见 这个历史 这个最大的烦恼的根 然后再产生了五顿时 贪嗔痴慢疑 下地狱的果报 下地狱的果报 是从哪来的 是因为有我见 生见 边见 见取见 借进取见 这五历史 就是这个我烦恼最猛烈的 然后又再带动了贪嗔痴慢疑 世间的学问哪里有这个 但一个烦恼里就完着完着完着都出来 他还不知道那是烦恼 所以做人来说 当然各有个人的因缘 各有个人的福报 但是作为我们学佛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正知正见 我们要产生圣洁的信 我们现在的话叫是文化自信 有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 破我直破我见 把染污的变成清净的 转食成指 转烦恼为菩提 这才是这个天地间宇宙间最伟大的事情 你一个生命的转变 你不单单你的正报变 一报也跟着你的变 你不仅你一个人变 你的所有生生世世的原则都跟着你变 所以我师父越来就越 就是确信天台中所讲的 我国清净 自己的内心世界 它就是一方国土 它就是一个宇宙 随其心境而国土界 所以佛教的这种自我进化的理论 它对这个人类社会也好 对地球对这个四生六道来活 它就是没有副作用的 我们中国的那些三皇五弟们 那些圣君们 他们也是说天下有过 最在公卿 它是把天下之过 它揽到自己身上来 来强化自己的道德训练 把自己的功德去福这个天下 所以我们福弟子 一学佛了之后 我们就能够掌养出这种圣贤之气 所以这种力量才是我们地球上 不仅是我们人类文明 是四生六道 三界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质见 然后我们建立的行为准走 所以佛法能通过我们弟子 再注持在这世间 在这个众生业力的世界里 再竖起正法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只要我们好好修行的时候 佛陀就说 你一个人能真正的 能虔诚的 具有信心的去念佛的话 四十里之内啊 没有天灾人祸 你的这四大 你的小四大外四大 它都保持镇定 那种坚毋的 稳定的 和谐的 化消灾力之气 使天地充满祥和祥锐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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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佛法的意涵 佛陀之心 以及上师的三字教研究室 借由进化外在所感知的对劲 你的感知将自行解脱 借由进化内在能感知的自心 你无有攀植的决性将自行解脱 由于其间的明觉令人欢喜 你便认出你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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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的教研 在修持的时候 无不了知 你自己的意识清楚 清静 且清醒 修持时 你将体验到自己内在 本自极有的觉性 既不会因有念的态度所败坏 也不会攀缘于大乐 明信或无念 由于它本身是佛的心 你已经认出你的自信 他觉得全性 你无需zię 就像你无需想象你的母亲 是自己的母亲那样 因为你不会害怕把它误想成不是你的母亲 同样的 当你的决心认出它是法性的本居自信时 你将不再把轮回的现象误认为是个有的自信 即使你不认识它 你也从未与法性的本居自信分离过 所显现的六道众生种种痛苦 并非由他人所创造 它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你未能认识自己的自信 是你自己的心伤害了自己 你可以并应该坚定信解 你自信的大空性乃离于痛苦的根与基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